来到第3场4,400米的赛事 我觉得这场都蛮吓人的 因为一定会调热了1 但是不选他,整个组码都比较参差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建法联盟 可能在凭他的体力上的优势或者虚分之下 依然可以压到这一场的对手 这一部建法联盟都选他做首选 千二磅的大马,其实初出那一场 潘顿谷草千二,直路的反手边都是一同一种热身 当然,近期昨晚的神州进化 是刻意捐入内南的场地 不知道在想什么,希望这一部建法联盟就不好 再看看这一部建法联盟上一场比赛片段 总场次是5-2-4,14当,留后 我初下猜他会放出更前些,结果不会 加上这一场前战马的7只回来输了 部速很快 我知建法联盟是赚部速 而且可能是外党场地有利 但是,他赢了场场友,再出都很轻松在潘顿夸下赢到千世民的赛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法联盟,这次面对这批四班千世民的对手 纵使这次没有上次赚,应该都够做 因为这一场的学彩、睡眠大学、凝华性格、东龙阵 所以,这次的学彩都要在家庭上去驳驳 中间的小福掌,这次也会同场跑 但是,我认为这次的批档,未必一定留得那么厚 如果这次的直路,中档或中外档是有利的 以他今季用力近期才有正式用力的 我觉得这组里面都会比较赚 所以,总是比较偏烈一些,都要选择他 我相信,苏普罗爬到这个时间,没理由这么快放远手脚 不可以靠奖金,一定是想尽快上岸 所以,先选择他 次选方面,再给一次机会,这11号的安定繁盛 其实上一次加上了下午,他组段不算太快,亦都多快 但是,这次看上去,好像认真正的前置马,可能就是军月湾 其余的马,内档也是比较喜欢设置来跑的马 看看这次安定繁盛,有没有机会抢得到 看回这一场,上一次3月31号,543总场次 安定繁盛,现在10号,蓝蓝地色3,蓝帽的匹 另外,前面,还有一只二郎,在第二位那方面 这一场的马的步速也是比较偏慢,利前置 但是,你看到大荣来在内档,另外天山一队,超能量 相对都是贴难的 这一队的安定繁盛,兜了个四叠弯,没办法 看今次的祭遇,会不会是可以转好一些 洁到一叠,或者跟着一叠弯来放 那么轻榜,我相信只有一个跑法都是尽量走的 所以,今次,相对二郎前面那一只 二郎就有些贯注力,但安定繁盛又虚了 所以,我一队,最后都选回它 因为它们会比较质身体力 在季尾时,我会着重于它们的体力上 它们没什么用过 所以,在排队上的安定繁盛,上年 蝕得比我二郎多之下 所以,我反过来的排队,就是11-5 第四叠,第12号小福将 上一场和建法联盟一起是有点赚了快捕捉 但是,它的追势也是不错的 所以,李建国回来就承认了它是没有力拆到终点 这次给你骑,你上次也罚了,今次尽力点就可以了 看看,它也是贵来 刚刚才可能是有些进步的码匹 所以之下,就选择它做第四叠 另外,为什么要穿粉红色呢? 其中,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功能 我记住,如果是利前置 当然,要用一只宽乐小指 可能会有后上的小福将,稍微退后一格 我们这里有个心心给大家 就是有黄色、粉红色、绿色 色除尊变怎么用? 黄色是核心范围的 你可以这样安排 背脚的,或者我买3-4重彩才弄的 你可以打个粉红色 你说是场地偏差,利前的,我就用粉红色 利后的,用绿色,又可以 可以给大家多一个功能 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余的,心外都是近这几仗 比较失望一些 东龙阵要上升1200,上升1400 是有个考验 睡眠大学,洛班当然是有少级数 但是,我怕这个细码反而 什么重磅不是那么好 以及他的力制,什么重磅可能是难追 所以,第三场的选择里面 选择1号建法联盟,11号安定凡胜 5号二郎,12号小福像